立法會星期一討論下屆政府架構重組的建議 多個泛民議員質疑 重組建議架床蝶屋 認為後任特首梁佔英 要趕在7月1日前完成改組 令到新班子整齊上任 純粹是形式主義 民主黨家李永達批評 增設副司長統籌工作難以說服公眾 後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昭勳回應說 副司長除了做統籌工作 也要身兼推廣工作 並指副司長一職 有助加強領導和強化部門之間的統籌和協調 羅范昭勳又說 回歸15年的經驗 正正反映政府出現統籌和協調的問題 所以有設立副司長的必要 對於被問到 中聯辦有沒有介入下屆政府組班的過程 羅范昭勳就以問題 超越事務小組的職權範圍為理由 未有正面回應 而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就說 目前已經準備了大約200項修訂 在下個月15日的財委會提出 內容涉及決策國家職權範圍 以及對他們的名字作出修改 預計500項動議大約需要25小時 並不夠成拉布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